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逮了一个涉嫌操纵国内足球联赛的赌博集团 到现在还不断有人给抓进去 你有没有听说 这个事是全国人民都听说 我下飞机的时候还记得至少有四个短信 问最近沈阳这篇谁又被洗手调查 谁又被抓进去了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不太清楚 因为很多的真假的消息 就是警方没有去公布 这真消息没有公布 假消息的漫天变野 他这是非常铺天盖地 我都注意到郝红军他写这博客 说这话有意思 就是现在真乱的套 各种真假消息铺天盖地 张三又被抓了 李四又被传讯了 玩儿麻子为罪潜逃了 据悉连著名教练齐武生都接受调查了 真像一个兄弟那样 足球这个江湖上 眼下还有什么江湖义气 该出卖的全出卖 该告密的全告密 该举报期待立功赦免的全举报 义气在哪呢 都用在假球上了 说给你五百万 不会给你两百五十万 说输三个 对手怎么都射不进去的时候 宁可射进自己大门 都会把数量补齐 这义气在这了 对现在这是一个奇观 就是真的是你会看到 球员是往自己熊门这么惯的 我觉得最近这形式有点不对 第一个好像国家领导人 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足球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扫赌打黑风暴 开始刮起 我是听到好多传闻 什么教练员的足球员 还有很多这个圈外外围的人 都给遮遮进去了 说是 现在如果粗略统定 我们按媒体这个 披露的 谁谁进去了 将近有百八十人了 但是我想实际情况不是那样 实际情况现在可能就是二三十人 骨干骨干下边再捞到谁 那就可能就更多 但是不是这些事啊 就让我这个足球外行 开始怀疑你们这个足球 就过去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赛 是不是都是赌球的呀 假的呀 就是玩集团话 你说是外行怀疑 我们内行 所谓的内行 也怀疑 搞这个报道的 我们搞圈里的人也在怀疑 什么迹象引起你的怀疑 最近呢 比如说三年前啊 我们就接到一个举报人的这个电话 当时呢 约我去上海 当时他给我们提供的证据是触目惊心 看起来 包括球员 他就可以说 我在某一个夜晚 我拎那个手提箱 我拎二十万现金 给当时某国角上海的国角 二十万当场就拿走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事 对他看来是非常非常的正常 而这些人 实际他在当时操纵着当时的中甲联赛 而这些人当中的某些骨干 也就是目前最新被打架扫黑 被抓进去的其中的一些 就报纸披露的这些球员 他这个赌啊 最早你觉得是从一两个个别球员开始 还是说从教练 还是说从这个俱乐部里边的人开始呢 最早这个赌 我觉得是一些庄家 境外的一些庄家 他们在想打这个大陆这个市场 他们找一些代理人 然后呢 代理人尝到甜头之后呢 这不断的发展下线 大庄小庄 像那个建筑工地大包二包三包啊 他往下腿 最后他就像这个病毒一样 他就开始扩散 扩散之后就控制不住了 那现在球员和球员见面之间 可能咱们兄弟之间都是球员啊 下多少 五百万 还三百万 这场球都是这下二百万 这种东西是有些时候很正常 不太正常的一些 像他们跟理解为是一种正常 是一种时差 他这报道说 现在足球圈圈里人见面说 你赌了吗 就跟问你吃了吗 一样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 因为你比如说像意大利 也是很黑的嘛 意大利的球圈也老赌嘛 对不对 也老出事嘛 但是为什么大家 比如说这个赌博 真能够造成你的足球衰落 或者搞不好吗 比如说意大利足球搞了 赌了半天 也不见得特别烂啊 那为什么我们 那就是我们中国足球踢不上去 世界上见不得人 跟赌球有关系吗 这个是有关系啊 实际是一个正常来说 他在境外 比如说国外 欧美一些国家 他在赌可是合法的 是 他是在游戏规则之内 你在赌 都在赌嘛 所以我这两天在琢磨一个事啊 中国的这个赌球 实际他最失去的就是诚信 就没有信誉 就赌的 对 没有信誉 你比如说他庄稼 他尽管是庄稼 澳门庄稼找到我了 我呢 又找到我开始收钱啊 这些小客户 我的客户开始到我这压钱 我可能我只需要 比如说从几千块钱到几万元钱 我就在能在澳门那庄稼 我开个账号 我就有权利开始收收钱了 我收到一百万 我可能给庄稼 返回去十万 我赚了九十万 正常来说 一百万我都应该给他 庄稼给我返回来 百分之五个点或十个点是最高的 最后所有的庄稼 就是基本上自己干了 把境外的这个集团 把甩掉自己干 那有什么影响呢 这影响就影响到这个 咱说句话 就是赌圈的这个诚信度 最后境外 跟很少关注中国联赛了 中国联赛就变成中国人 自己在赌 他的信誉说 你这个代理人庄稼 地下庄稼 对这个境外的这个集团 失去了信誉 而我呢 比如说我 我发展一些下限 就是到我这压钱 而这个规矩是下打注 知道下打注 就是说你最后交钱 先别交钱 那场球你压五十万 你最后交 你又压对了 你就赚五十万 你压输了 把五十万给我 最后造成的就是说 我们内录的一些庄家 他下线输球了 拿着钱就跑了 不再给我钱了 这种信誉 实际上这个圈内 就已经失去信誉 但是这种会是赌不赌的问题了 而且他这个 但他怎么会影响足球表现呢 他操纵比赛 你做庄家了 你想在这场比赛 周日的比赛当中 你想收来更多的钱 你想收来五百万到一千万 怎么办呢 你就控制比赛 你可能拿到三百万 五百万 你去买球员 买教练 买守门员 给他三百万 而这场球呢 你最后挣的 可能是三千万到五千万 所以就是这样 那个我是看了一个 像我这外行不懂 我是看了一个报纸采访 有个叫王博的人 你知道吗 就原来 原来陕西国立的总经理 现在也给抓起来了 然后呢 抓起来之后呢 这个记者啊 采访当年的那个巴西教练 卡洛斯就给陕西国立当教练的 这卡洛斯一听啊 说我愿意向法庭去作证 就感觉这个怨气已久啊 他当年这个 就卡洛斯讲 说这个王博 就控制这个到什么程度 他这教练员根本就没出现 他说让我在酒店房间里待着 甚至通过我身边的翻译 是吧 不准我说话的 不准我说话 然后陕西国立跟一个队比赛 说是能够输成一比五 然后最后澳门那边开出来的那个盘口 反正最后澳门那个庄家 输七千万 你想他就能够能够操纵 他就是说 他说这个王博 当年跟我之间的这个 这个关系 都能到什么呢 就跟他讲 跟着明摆 跟教练讲 说咱们主场篇 客场输 他说我不能这么干 不能这么干 你就靠边站 卡洛斯送给王先生两个字还记得不 没了 恶棍 对 他说这个人怎么形容他 记者问你怎么形容这个王先生呢 他已经被抓起来了 卡洛斯说他就是一个恶棍 卡洛斯说的很好 说我们巴西啊 他说巴西社会治安也不是很好 他们也黑社会治安不很好 这是为什么呢 但是他说了 我们巴西人没有黑手升任足球 觉得足球是一个圣土 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荣誉 共同的荣誉 是一个国家整体形象 需要共同维护 所以这块地的足球 没人在巴西 大肆地去操纵比赛赌球 他说在中国这个特色 这太鲜明了 所以这个事实说明什么 你首先讲赌球啊 英国赌也很厉害 意大利也赌 然后呢巴西呢 黑社会也很强大 也赌球他们 但是他们那个赌 不容易去操纵这个足球比赛自身 就意大利偶尔也传出会操纵球赛 但是这个东西的防火墙基本也还在 那中国就是既赌 还操纵球赛 然后完全搞成一块 你知道现在就有的教练员也出来 说愿意提供配合警方调查 他就叫教练员就说 说当年我那个队 我为什么不干了 说我有一个什么亲戚啊 的什么人偶然听到 我的队员在跟这个对方打脚球 就是这边发脚球 然后就在禁区里头 不是对方队员防守他队员 他队员居然跟那个对方队员说 说你不用防我 我不会往你们门里顶 我还是个外行的问题啊 这就是说一个足球队要说有意的输你三个输你四个 建恐怕一两个球员 太有出来啊 不是一两个球员操纵不了吧 你怎么能够 这应该是一个集体行为 当当年咱们这个国内联赛赛场上有个叫假臂无数 当时有个啊就最后打到十一 进了十一个球 那是集体配合的结果 但是那时候就公然的 就是我们必须要实际数捞竞争球 最后呢达到一种目的 包括他赌球也一样啊 你开最后你输三个球 庄家可能下你必须输三个球 那你就得要输三个球 你不输三个球你就赔了 你赔的可能不是几十万 可能是几千万 甚至上一 你看昨天从沈阳来之前啊 我们接到了一个 青岛的一个很内情的人 给我们写一封信 因为我们悬赏 我们有个企业呢 悬赏到悬赏二十万增计这个证据 这个信写的非常明确 他对这个青岛海利丰是太熟悉了 他说我有证据 我的证据是录音 我还有他们所有银行的这个交易的明细的清单 我还有他们的什么相关相关证据 然后他就说 在青岛操纵比赛 金额呢达到多少 上百亿 上百亿 我都难以想象 上百亿 然后他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 境外的庄家到青岛找谁 谁是老大 老大下面谁是老二 谁是老三 这人名电话全有 我觉得这个线索 我们都感到很震惊 但好像我还是有个很大的疑点啊 我觉得这有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就是你赌球 你操纵成这个样子的话 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是人家就不愿赌了 你比如说我如果是赌徒啊 我为什么不赌易甲不赌英超 我来赌你中超呢 因为赌你这个我很难赌 因为你们里头在搞什么 我没办法判断了 就要赌的人啊 就因为赌徒啊 他也得要信你这个赌是公平的 我先插一句啊 我怕一会儿忘了啊 这你刚才说的是对啊 就像我刚才也讲过了 就现在就境外的一些大的讲序的庄家 对中国的这个国内联赛已经失去兴趣了 因为你不守信 而现在人家 但是现在操纵比赛的是一些什么 就是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庄家 一些这些圈里的这些人 大部分是这些人 他们操纵比赛 他们可以放出真真假假的消息 我知道你要输 但是我放逢 你就要赢 把大量自己吸引过来之后 那我就赚钱了 那下次我可能让你小赚一点 就是小赌民还继续上当 对对对 他现在你的意思是说 有点甩开境外闹革命了 你现在有 就他自己开赌盘 所以最后自己就把 把境外甩掉 自己干 自己干 然后更不讲游戏规则 所以最后受害的 就是咱们这个整体的助修发展 但是他应该是越赌 越不成气候 因为你赌徒也得 小赌徒都不愿意跟你玩了 你这样的话 对 但是他这个盘子 他有些时候他开了球 因为咱们的联赛场次很多 他有些时候就像右耳放出右耳一样 他可以让你尝到甜头 他这个东西 他有营销 有自己的营销手段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像这种职业联赛 每一个球队后面有出资方 比如说我冠名赞助 那这种资方 他又怎么看这些事呢 比如说我赞助一个球队 冠了我的名 冠名想的总是希望 这个球队长面子 我这个形象广告才打得起来 你们这帮这么搞的话 这个投资方或者冠名赞助 这些广告 这些应该是越来越没收入了吧 越来越少吧 实际它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投资方 现在有的参与投资的人 他也赌 不客气说 也在赌 甚至他赌的 可能比我们现在抓的 抓进去那还大 他们可能下自己 下30万 50万 200万 300万 但是某些就是投资人 他可能下的钱是2000万 3000万 1000万 哎呦 这边当事业了 对对对 但是也不排除有些 这个正经的 在有些企业家 是很明智的 像是原来的 王健林 那撤出来了 我不搞了 我可以搞我的 越我的形象 我可以搞我的地产 我可以搞我的院线 我不去 对没错 因为本来 我的品牌要搞坏 对 因为本来全世界 这个品牌赞助足球 是希望搞品牌嘛 你们这么大 而且现在这个新闻传出来啊 也是弄得我这个外行 有一种印象 就是说 哦 为什么中国足球那么烂 就越气越臭 是因为你们搞这些猫腻 是因为你这么黑 那么 同样的一种期待 就是现在有关部门 好像感觉 要跟国际来似的 要打个桌 扫赌 这一轮风暴 要是彻底的话 是不是能够还中国足球 以一个蓝天什么的 你看彻底到啥程度 如果像五年前 彻底一样 所谓的彻底 最后把一个龚建平抓进去了 龚建平是怎么回事 龚建平当时 实际上这次 打黑扫赌 和过去还有点不同 过去是我们足球圈里内部 包括像龚建平那次 那是浙江的投资老板 主动站出来 我说龚建平 我送过他钱 我送一瓶 送过他钱 送过多少钱 证据是多少 最后可能一盒算十来万 就把龚建平撂出去了 然后呢 涉及到其他的证据 可能都不查了 是我们圈内在想大家少黑 最后的结果 实际上找一个替罪羊 那个领头羊 那个赌球的领头羊 还在前面跑呢 倒霉 对对对 这次实际是呢 就是国内的这个媒体圈 包括这个圈内也是 也有一种期盼 就是希望这个司法主动介入 而这次在我们看来 是一种主动介入 因为领导人都说话了 主动介入 我们希望在这种 进入共产当中 足协呢 也不要过多参与 足协的任务 他有事 他就想把大事 画小 小事画了 他想用自己的这个 足球圈内的行规 替代这种法律 最后他 政绩 没出事 对吧 可能去省钱了 所以我们希望 这法 司法这种独立性 应该体现 对 那么我现在假想一种情况 这也是网上有人猜的 如果说是烂透了 最后抓出来 大面积的 比如说甚至是 一半以上的 这么一个面积的 都出了事 都发现有问题 那这个中国足球会怎么样 可以休克 通盘了 可以休克 正当治疗 对 这是好 休克疗法 这好 休克疗法 这真是好 谁来踢球 你可以从头来过 休克两年 然后从头来过 要不然这个球 就是恶性循环 基本就完了 因为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他会自己 都把自己搞死 照刚才那讲法 比如说你自己赌 你自己操纵 然后企业出资方 退出货的也来玩 而且你这么搞下去 你球迷唾弃你 这球迷是最终的生命吗 你球迷如果都不看球了 都什么 你就玩什么 你说这么搭假球 这个球迷 有经验的球迷 看不看得出 太看得出来了 非常看得出 你举例子说说 我不用举例 很多球迷 甚至都比我们这些 全面的记者 要了解球 包括他接球的一个转身 包括这个守门员 和后卫的一个配合 这著名的 忘了在我们北方的一场比赛 这守门员 当时的假球是 后卫和守门员 两个人之间配合 终于这个球 通过你后卫人 马上就突破我守门员 最后一套防线了 我说 让他这球是我的 你一喊 这球是我的 实际咱俩 谁把这个机会 错过球进去了 达到这两个人的目的 就是我们 输了 然后他赚到钱了 那球迷发现 球迷就当然发现 最后有的人就说 你正常守门员 你的铺就 在什么时期出击 你什么时候应该铺 你什么时候应该用拳 把它打开 把什么时候 把球抱在怀里 这都是有学问的 但你一旦违反 常规 一铺 结果球从你的夜下进去了 那是太拙劣 这些手法了 球迷只能看出了 这球迷是看假球表演赛的 说来说起来 球迷是有些时候 大多数球迷是非常可怜的 因为他们花了钱 看的没有机场是争取 广告之后见 那现在除了扫赌 还有个黑 我不知道这个黑 是有什么关系 这个黑 我觉得 首先说球 这个球体的黑 那肯定是 但是是不是 足球已经涉及到 黑了 黑到了 这一点 我们不敢随便下定论 但是通过种种迹象 我们也发现一点苗头 什么迹象 比如说最近 不是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 中国祝坛又发生了很多次 这个暴力 续安 深圳 青岛 武汉 包括大连 就是球员 好端端吃饭 在酒吧里 刀子上去就砍 对对 听说话 青岛那球员 脚跟 脚跟 他们应该挑断了 实际当时也报案了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实际圈里人都在猜测 甚至有证据的证明 就是说 就是因为在球场上 涉及到这个赌球的时候 涉及到买球的时候 没有配合 不听话 不听话 公安教训 你看卡罗斯讲 对 讲 那位王先生 王伯 说他威胁卡罗斯的太太 老卡要不配合的话 就会让他的太太消失 对 这话已经放出去了 就是所有的一切五六桩的这个血案 如果我们希望在这次这个 大家守黑风暴 把他们重新提起来 凶手究竟是谁 对 因为那么多年下来 你比如说像有 难道就没有人说 我想举报他们吗 我不配合你们 但是我我举报你们 甚至是匿名举报 我们三年前已经有人举报了 这我说上海的一个 这已经给我们拿的证据非常充分 我们打印出来的那种银行交易的清单 能有十几米长 超过所有球员的这个账号 就是银行卡号 有球员的 有澳门庄稼 有上海庄稼 有沈阳庄稼 后来我们把东西 我们报社派人就送到中国租协 当时的几位主席 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表示一定要严重 把这个东西送给相关的知能部门 那最后不了了子 三年过去了 不了了子 知能部门三年反应过来了 所以你想想看 像这种事如果搞多了 比如说你有人举报 举报了还不管用 那么他举报 他会觉得自己很危险 那当然了 那你整个圈都这样的时候 就是所有好的 就是月币驱逐良币嘛 好人都得慢慢要学会听话嘛 哎呦中国足球啊 这家伙 难道真要崩盘吗 会在这次风暴当中 也未必是坏 接下来问题播出 我这不是坏 我这不是坏